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 欢呼说 和善那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找到一头驴居就骑在上面 正如经上所记得 西安的居民啊 不要惧怕 看哪 你的王来了 他骑着驴居来了 门徒几处不明白这些事 可是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说的 并且人们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那些和耶稣在一起 看见他叫拉萨路从坟墓出来 又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群众 都为这事做见证 群众因为听见他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于是巴黎塞人彼此说 你们看 你们都是徒劳无益的 看 世人都去跟随他了 上去过节做礼拜的人中 有些是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利利的博塞大人菲利那里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想见耶稣 菲利去告诉安德烈 他们两个去告诉耶稣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以利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以利 如果死了 就结出许多果实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必会保全生命到永远 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应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哪里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复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应该说什么呢 父侍我 父侍我 救我 脱离这时刻吗 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 要面对这个时刻 父侍我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 站在旁边的群众听见了就说 打雷了 另外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这声音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你们发出的 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 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我们就律法上知道 基督是永远长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光在你们中间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 免得黑暗追上你们 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的儿女